身边很多玩音乐的人 我觉得都很可爱 他们非常非常的专注在 试着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音乐人 但他们常常都会忘记 其实音乐人也是人 太专注在音乐上面 反而常常会忘记如何做人 所以我常会推荐身边这些玩音乐的朋友们 玩音乐的同时真的也别忘了 要好好体验一下这个人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子瑜 欢迎收看黄子瑜古教室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集来聊什么呢 那这一集就来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让你能够成为职业乐手的三个秘密 那对这是我的频道 常常都会跟大家聊聊这些职人的思维 特别是音乐的部分 所以假如大家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记得在下面点这个订阅钮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做够每周更新的内容 好那首先是职业乐手的第一个秘密 那就是 这非常重要 大家听好 就是职业乐手 其实是专注在让其他人 变得更好听 那如果是业余的乐手的话 通常啦 我发觉他们比较是专注在自己的演奏上面 可能想说 我都只弹这个东西是不是很无聊很智障 好像这边要多加一个很帅的乐剧 或者很酷的过门 假如你在玩音乐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念头飞过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你太专注在 你自己的演奏上面了 那所以职业乐手 通常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对啦 比较一线的职业乐手 应该是不会犯这错误 我们真正专注的其实是在于 如何让整个制作案变得好听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自己放那么大 当你一直在专注在自己的演奏上面的话 其实某方面你把自己放太大了 那我们专注的是 把自己拉出来 拉远一点 看每个乐器的配合 音乐的走向 音乐的编曲 甚至可以说啦 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制作人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一个作品 台下的观众听起来 会有怎样的体验 所以自己 如果自己身为乐手在演奏的话 其实它只是占 你可能整个作品的 不到十分之一的重量 我不是说它不重要 而是说它只是 整个画面的其中一小部分 所以职业乐手 尤其是职业一线的 真正专业的 其实目标应该是很明确的 也就是这个制作人 会因为你的出现 而让其他人 或者让整体变得更好听 而不是专注在自己的乐器上面 好那再来职业乐手 第二个秘密就是在于 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 在他们自己的演奏专业上面 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 很多人都没有专注在 自己的演奏上面 而是说这个比例问题 因为现在的 可能这个生态吧 现在这个世代 网络的自我行销 算是一个显学 所以很多人 应该说身边 几乎所有人 都有在经营自己的 这些社群媒体 但很多人就是会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职业乐手 你的本职应该是在于你的专业上面 而不是这个宣传自己 跟粉丝互动 这类我会觉得比较偏向是 一个品牌经营 或者说是这个艺人本位的角度在经营 假如你是一个职业乐手 或者职业音乐人 业主会找你是因为 你有这个音乐的专业 而不是因为你有名 当然啦 就是可能你有名气的这件事情 会让你有比较多机会 但是业主最重要找你的理由 是因为想要你的专业 那这件事情其实 真的很多人都忽略了 大家也可以这样去思考 也许会比较好理解 就是每个老板 每个业主都想要赚更多钱 那赚更多钱的其中一个方式 就是在于如何能够省钱 那专业之所以业主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专业某方面等同于效率 所以你越快能够帮这个业主 完成这个工作的话 某方面也就是帮这个业主省钱 那也就是帮业主赚更多钱 所以这是职业乐手的第二个秘密 就是专注在专业上面 好那既然说到专业 这个来工商服务一下好了 如果你是鼓手的话 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我刚好有出这个职人养成计划的这个角色五线上课程 就是帮助大家 如果你想要从事音乐这条路 那你又是鼓手的话 那不知道怎样的技巧或怎样的能力 能够在这个业势上生存的话 不用担心 因为我帮大家准备了一个整套的 为期两年的一个课程 你可以从零开始帮你打好完整的基础 让你能够在两年之后拥有职业乐手的能力 那为什么我有信心这样说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这个业界里面 在音乐圈工作的职业鼓手 假如你们最近有在follow这个 比如说爱依良啊 戴玲或者九云八八 应该都会看得到我的身影 所以用我这个职业的角度 帮大家设计的这个课程 绝对经得起考验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 我会留这个课程的资讯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这个 让你成为职业乐手的第三个秘密 就是在于 大部分啦 这个我所认识的一线乐手 他们都还蛮幽默的 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直觉 大家想说幽默跟 这个音乐的专业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非常有关联 因为弯音乐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所以你不可避免 就是一定会要跟各种不同的人合作 而且甚至是来自不同城市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国家 你一定会需要跟不同的人合作 所以你这个人 合作起来是舒服的 是幽默风趣的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在这个集前面一开始有特别跟大家讲 就是说很多人玩音乐 到最后都变得太专注在音乐上面 而忘了去学习做一个人 虽然这听起来 好像也不是什么很复杂的大道理 但很多人都忘了就是认真的过生活 体验人生 那因为你有去真的去感受你的人生 你的这个力量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更有趣 而不是跟你聊天 好像你整个脑袋都只有音乐而已 那因为你的人生历练 同样的也会让你的这个人变得更幽默风趣 应该啦 或者是要不然去谈个恋爱 我觉得也不错 这个也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更有趣一点 好啦 那我们这集就先分享到这边 那如果你们也是直立乐手 也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成功的小秘密的话 也欢迎分享在下面的留言区 让大家知道 说不定也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想到过的 好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